小两口实在是怕了这无赖了 他们想做双人运动前 仔细检查了地上的每个缝隙 将所有裂痕都盖上了盖子 连门上的缝都堵上 让蚂蚁都转不进来 再才坠坠不安地打算开始爱的升华 可他们还没开始 女人的脸就慢慢亮了 他满脸惊恐地看着头顶 竟然是屋顶被打开了 而无赖还在上面看得起劲 这无赖真是太过分了 可村里人都对他没什么办法 买肉不给钱 老板说不赦账 他就带着老板儿子在他屋顶上哭丧 让老板丢尽了脸面 而在村子里重要的祭祀活动中 他还跳进洁净的圣水里洗澡 让所有人喝他的洗澡水 村子里的人都把他恨得牙痒痒 而且他对于村民本来就是个外人 早年他的父亲行伤实路过这里 患癌暴病 从此他改为牛姓叫做牛结石 在镇里祖爷爷照顾下长大成人 为祸一方 本来村民们忍他几十年也忍下来了 但最近一件事 让村民们实在忍不了牛结石 这个小镇名叫长寿镇 村民都普遍叫为长寿 也十分看重寿命 而现在寿命最长的祖爷爷已经119岁了 再过两小时就120岁 这将改写长寿镇的历史 是全镇的头等大事 村民们都非常希望祖爷爷能打破记录 于是让马寡妇精心照顾祖爷爷 还不停地书寡妇地写给祖爷爷续命 一日牛结石溜进了祖爷爷房里 竟然给奄奄一息的老人喂了口白酒 老人很快气绝身亡了 这大大激起了名怒 全村人追着暴打打牛结石 但他跑进一间房里后 成功戏耍了所有人 人们打算守在原地 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可村长却劝阻了他们 说尸体检验结果和白酒毫无关系 男人们好把他装进麻袋里 对他一顿拳打脚踢的 然后开车到几十公里外的山上 直接把他扔了下去 落地后还被汽车给撞倒 可牛结石当真是太结石了 竟然毫发无伤 又重新回到长寿镇 正好看到寡妇坐在灵车上 要去给祖爷爷陪葬 因为寡妇天生是个哑巴 嫁到村里不久男人就死了 所有人都说他是不祥之物 留在村里只是个祸害 是祖爷爷救了他 可现在祖爷爷死了也就没人护着他了 到了岸边 村长念着祈祷长寿平安的咒语后 便命人将老祖和寡妇推入河水深处 寡妇坐在快速淹没的墓堆上毫不挣扎 多年的不公待遇已经磨灭了他对生的渴望 保护他的祖爷爷也离去了 他活在世上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 可没想到 昏倒后的他浮出了水面 原来是牛结石救了他 上岸后就和村长说 牛结石对村民们的做法很愤怒 他喊出来村里的年轻男人们 叫他们来给个说法 男人们也不客气 拿着木棍等武器就围着他要揍 他却先举起一个大石头 把自己砸破了头 他以自己出了那么多血为由 要乡亲们补偿一些肉 可男人们二话不说就要把他扔出去 可无论扔多远 牛结石都会死皮赖脸地跑回来 镇长和村民们商量如何处置牛结石 可祖讯72条都拿他没有办法 而现在他还带走了马寡妇 万一他们俩鬼混在一起 长寿镇的千年轻遇可就完蛋了 但牛结石可不管他们想的那么多 把昏倒的寡妇带回去后 就脱光了他的衣服 身上只留一个毯子 自己也脱得只剩下一个裤衩 等寡妇小心翼翼地站到他身后时 发现他满脸都是血 手里还端着一碗血 吓得寡妇又晕了过去 其实是寡妇因为长期给老祖输血 患有严重瓶血症 牛结石想要救他 便划破了自己的手腕 取血为女人喝下 救完女人后就把他放了出去 可当大难不死的寡妇走出寺庙 村民们纷纷指指点点 都在骂他他不知廉耻 一个大婶更是挡在面前 他满脸凶狠 要替全村人 教训这个败坏名声的小寡妇 一巴掌狠狠扇过去 女人们便一拥而上 寡妇是个哑巴 即便遭受拳打脚踢 他也连一声疼都喊不出来 之后扔下一包避孕药 要寡妇失去生育能力 这样还不够 女人们还计划斩草处根 把她的子孙根给淹了 他们趁着牛结石偷看寡妇洗澡 双手在他屁股上比了个十字 一针麻醉剂戳下 女人们将他团团为主 他们要切了他的命根子 可没想到牛结石一个起身 混乱中反倒是占了不少便宜 最后落荒而逃地倒成了女人们 牛结石自然也不甘示弱 将马用的春药倒进了村民饮水的河中 这下整个村子都乱了套 家家户户传出鬼哭来 连路上都扔了一地的衣服 村民们这下真的和他势不两立了 这个村子里最看重的就是长寿和名誉 这些都被他毁得稀巴烂 既然他们没办法治他 就从外面请回了刘贵阳的牛医生 他被认为是镇上最聪明的人 密室之中 牛医生写下心犹晋生四个字后 问村民们 于是他们一起组织了场巨大的阴谋 所有村民和起伙来骗牛结石 让他以为自己命不久矣 自然就会命数将尽了 而村民们又不用承担任何的责任 第二天计划开始 村民们同一口径 见到牛结石就说他脸色不好 每个村民或明或暗的 都表现出一副 对他唯恐避之不及的态度 年轻的村民还主动挑衅牛结石 派出一个小孩要和他比赛掰手腕 牛结石输了比赛 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如村民所说的 真的有什么问题 他拿了姑娘的红头绳说避避邪 路过卖肉的老板时 竟破天荒地主动给他挑了一块好肉 说让他珍惜剩下的日子 牛结石用红绳绑了另一根肉 用转圈的方式随便选了一个 让老板也不知道他拿走的是哪一根了 可不久后 挂回去的肉竟然留下了白色液体 原来这老头不甘心让牛结石慢慢死 想要快点通过下毒报复他 可天忆还不想那么快收走牛结石的性命 他到底该不该死呢 虽然他四处恶作剧 可毕竟救了寡妇的一条性命 可祖爷爷喝酒也是出于好心 不忍心看老人家只为了吊一口气活着 不如再世事多做些高兴的事 但不管我们怎么看 长寿镇的村民们觉得牛结石该死定了 他们的计划还在继续 这一天 一个村民告诉他晚上有一个婚礼 让他务必参加 一向被排解的牛结石如期而至 还给新郎带了金银财宝等昂贵礼物 众人刚稀奇呢 就听牛结石说反正都是他们自己家的 原来他刨了人家祖坟 新郎关气的要和他打一架 但是被周围的人拦了下来 还是老村长沉得住气 没有忘了计划 他大度的说以前是大家对不起牛结石 排解了他所以他才到处捣乱的 现在敬他一杯酒 大家一笑闽恩愁了 牛结石自然是爽快地干了 可他一喝就有些上头 而村长还一点是没有 他没喝多少就晕倒在地 看牛结石醉了 大家纷纷围上来 七嘴八舌地说他身体怎么这么差 这下牛结石真的怀疑自己有病了 原来呀这个酒壶有个机关 别人喝的都是水 只有他喝的是烈酒 对着铜镜照了半天 明明一切正常 还是不安心认为自己出了问题 一天和他平时交好的小孩跑过来 告诉他大家都是骗他的 他根本没病 但牛结石的行踪被牛医生紧紧监视着 他找来村民把他孩子所好 别坏了他们的计划 从此再也没人帮牛结石 其实牛医生一直对牛结石怀恨在心 当年为了防止牛结石来家中偷肉 牛医生把自己家的窗户堵死 结果导致爷爷奶奶一氧化碳中毒而死 他把杀青之仇都算到了牛结石头上 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报仇的 他又对牛结石设下了一条毒计 在牛结石在寺里祭拜父亲时 正好下着大雨 镇上的南村民全都到雨中庆祝起舞 其中还有99岁的镇长 此情此景牛结石不去参与一把 那可就太闹重了 但其实村民们都有替身 换下来的人马上喝姜汤饱满 只有牛结石一个人 被冷雨淋了个头 但经此一遭 他彻底病倒了 村长请了牛医生给他拍片检查 告诉牛结石他得了癌症 天不怕地不怕的牛结石终于认命了 他给自己做了个小小的棺材 每天面如死灰的 但这时寡妇怀上了他的孩子 他非常高兴 心情好后身体又好了许多 而不久后 牛医生也知道寡妇怀了牛结石的孩子 他拿出堕胎药 提出要斩草出根 村民们还有一点恻隐之心 觉得孩子没有错不至于死 而牛医生说 要不留牛结石要不留孩子 两个里只能活一个 站在角落里寡妇不再隐藏身份 他站出来拿起堕胎药 静止回了家 寡妇想要救牛结石 在这个封闭的小村庄里 这是给过他最多温暖的男人 可牛结石回来后看到堕胎药 却愤怒至极 他以为寡妇不愿为他生孩子 寡妇用手语告诉了他背后的一切 含泪比划着我要你活 他爬上二楼的栏杆 用自己的生命威胁牛结石离开 只有这样村里人才会放过他 牛结石怎么忍心女人受委屈 他跪下来恳求女人别跳 我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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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吃下堕胎药 为了儿子和爱人他选择牺牲 牛结石无力地爬上屋顶 语气是近乎崩溃的卑微 傻子拖着棺材走遍了每家每户 他把偷的东西一一还了回去 即便面对紧闭的房门 他还是不停地道歉 恳求大家放过他的老婆孩子 当走到村口时 村民们也跟了出来 虽然觉得牛结石没那么可恨 但终究还是没有一个人开口挽留 傻子再次跪在地上无助地看向众人 傻子已经心死 他拉着棺材一夜间白了头 最终在一处断崖边停下 慢慢等待死亡的降临 而一个医生经过此处 看到了奄奄一息的他 便将他带回村子里救治 村民们却说牛结石是瘟疫之源 不能待在村子里 之后医生解剖了牛结石的尸体 没有任何的疾病 杀死牛结石的从来不是病魔 而是麻木冰冷的人性 村子为了追求长寿的名誉 罔顾天理人伦 让寡妇长期给老人输血 这就是村子长寿的根本秘密 死了就让寡妇陪葬 这样的村子最后也得到了报应 医生将牛结石的妻儿带离了村子 在他们离开后 山上突然发生了地震 巨石滚落下来 将整个长寿村彻底抹平